《六十大名租》 《六十大名租》 《一张王子上》 《就这四个位置》 盖四个字 就盖四个字 然后下面写上 对祖国人的名字 也计算时间 庆明出租时间 不要生个法子 不管养力 这两张尺 要做出两张 要当一样的 都装鞋了 一张放在家里的神坛前 如果自己没有神坛 你可以找一个朋友他就神坛了 放在他的神坛前 烧箱 另一张 这里 是头外这里 装在提约生的内衣的口袋里 像这叫贴身的内衣的口袋里 贴肉的内衣的口袋里 自朝外 自朝外折叠 有的同学讲 我贴身内衣没口袋呢 你放个内衣的不就行了吗 变通吗 有气息 然后戴三天锅以后 把这个口袋和贴身的口袋都打出来 朝东北方向找干净的花坛 三天炒 三天以后 这一张是不是在身上带三天了 这两张放在一起 我帮大家拿出来 把这个烤出来 两张放在一起 朝家的东北方 找一处干净的地方 东北方 东北方 哎呀 随便 不信 折方向队 行 有没有实践 没有 我那个印章的那个手 就是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手 做的来的 整天画一个万能够 我来回头找一找 我跟你们讲 我这个印章病 我都没有了 我印章都没有了 你这些多大 啊 S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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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样就卖化了 下面说先天发下 把这个打个方位 啊 先天把方位 我以前专门做了一套模板,那个刻印章的插就出来一套,插就出来一套,这一枚印章,九公分见方的,五十块钱一枚,四枚一两百块,卡就出来,卡就出来了。 结果那个装印章的兄弟俩,刻骨开了,清兄弟,结果分家了,电脑也分家了,把里面系统也分家了,一分家过以后,把图片全没了。 你自己刻了吗? 对,自己刻最好了,当然自己刻的是什么话呀,话是要搞死你呀。 老师,你像那个人都分死了,然后你给他救活了,比如说我们也是救别人的话,不是我们有可能的坏处吗? 那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尽量少做,做多了肯定不是。 为什么我把这种方法要交给大家?你们总部可能,比如说一百个人一平坛,你整一个,那毕竟没问题。 不能都自己整,我绝对不敢用这个方法来收银子。 收银子是不是,两千块钱救一家人是不是,给你发一套过去了,两千块钱救一家人,我告诉你,你两万块钱交我干我都干。 所以我要把这方法交给学生了,那你傻呀,你给什么人都用呀,是不是? 对呀,你给自己自轻的,你肯定要用。 你这个救一圣门还没准备多了,至少一年。 大家好好地做。 姓名挂中建雷毕玉和地雷父呢,姓名挂中间建雷毕玉和地雷父啊。 在四十岁和四十八岁这一年,这两年的时候,四十岁和四十八岁,四十七岁和四十八岁的时候,一定要建雷毕玉,要用这个方法建雷毕玉或者雷毕玉这两个方法。 照顾对方建雷毕玉是四十八岁和四十一段的楼。 雷毕玉和地雷父,地雷父后挂中有。 主副辩建造,你都要说一下。 因为这两年它肯定有财 这两年它肯定有财 不是 就这两年 你看 这不是四吗 坤不就是八 也是零吗 不是四十岁或者四十八岁吗 只有这两年 不是 虚子要的 虚子要的 对 虚子要的 对 这两年我告诉你 只要新民化都建得了 这两年一定要建 这两年它肯定会出事的 稍稍微就小秘书能出 但这个名字也不差呀 这名字我跟你说 它厉害呀 那毛主席不就是地雷虎吗 而不是雷迪玉吗 对呀 你知道吗 这个 这样的名字 还一般也厉害 它不就是我们能看 它的好事很厉害 你比如说 罗金 中央电视台的罗金 罗金就是地雷虎 四十八就挂了 这个 这个地雷虎是不是很有名啊 他用民政四方 四方的意思啊 你富标 富标搞不好 民众也常给我们 我们一起上 富标不是四十八岁走的啊 他是四十八岁的时候 他就有客人 所以这个是可以拿自己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拿自己的 好的 四个印象在一张纸上 我看你有样本吗 这张是9公分的 你这样的 我跟你说 我的亲爱的同学们 到时候我看我能不能再设计出来 我能找到我设计出来这个地板 发电子的地板原图 你们找这个课题 好不好 好 墨汁里面加一点好一点 谢谢 一下 奖祝沙 我们一般话不顺利 不用刹目 回来 回来 好呗 我现在正在上课呢 我现在正在讲课 在看面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47岁的时候 我叫你要注意你的名字 48岁 也叫2016年48岁 很小心了 都结果关口了 然后呢 有时出去 20天 他家工人在西南 挖了个水池 回来就冰 在西南挖了水池 是不是太被动作了 踩死了 好歹有解关口了 提前的时候呢 过年就解了 正月里面就要动作了 还有你以后期划算出来 有栽兴的时候 上挂 你比如说火山旅整挂和三火壁整挂 那么73岁的年来可能有栽兴 那就鬼门关 三水门或者是水山年 在67岁的年 可能有栽兴 火山旅 这都是 我跟你说 这都是八卦的魔证 这两个卦 这都是八卦 七山 鬼门关 三十七岁 对 七十三 三七本 六十七岁 这两卦都六十七岁 天山论这个卦 也是魔证 天山论 也是魔证 一看 十四十六 十四十七 十七 七十一 十七 六十七 十七 十六十七 七十六八没死 就六十七 水火气气 或者火水被气 在三十六岁那年 如果没灾 那六十三岁肯定有灾 最差的让他躺在床上下来 这是八卦魔兽 你不管了 八字上好不好 他比八字还 魔兽还强 就一个银子 姓名管 对 姓名管 我以后要有时间了 我准备专门写文书 就叫梅花西文化 跟梅花西文化 配套 梅花西文化 就是西文化的也会成功 是一四年到一五年 我收集了两千多个民族 然后进行分析 给两千个民族 进行分析 找了一个规律 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律 只要做官的 找晚年做财运 他都十字八九 做到没 做官的 晚年做财运 提瓜子梗 或者提瓜子训 做官的 提瓜子梗到六岁的时候 他是不是走财运了 提瓜子训到六岁的时候 是不是走硬运了 他走财运了 他走财运了 钱小刚 我们会说 我给你讲 多容易 实际上你要稍微介入外孕 但是这个信息的时候 稍微介入外孕 就可以锁定他 是不是必须 所以如果讲荣誉都不是我的性格,我是告诉你们,在我断的时候有时候就可能就是直接掐定了。 因为梅花还讲过硬了,你刚好断了它晚年走财运的时候,结果外面有威名残破之身,你不是锁定了吗? 梅花实际,梅花的光为什么它具有不可复制性?你时空复制不了。 所以你看有两个,我曾经断个挂,怎么怎么的,它忽略了这个死祸。 就像水火迹击变水三年,我在面书班的时候断一个米了,是一个办公室。 这个挂当时断得很精彩。我断这个女的,坎是对象,破是对象,这个女的当时三十多岁了,还没找对象。 我说你现在找了一个波车司机,身边带个儿子。为啥呀?水三简吗?坎是不是方向盘?坎是不是比手啊?坎是不是比男人啊?坎是不是儿子?男人带儿子啊? 踢从挂上,根本,这挂是一个提示。关键是,我有个学生内蒙古的班诺尔的公寓在旁边坐,他做了这个动作。 就是,手啊,握下拳头,坐在一起,很像开车。很像开车。而且我知道公寓身边有儿子。 我当时呢,还说了这个男的,身高一米七六。他说是的,公寓身高一米七六。我那时候就没讲长相。 讲长相,按照公寓的长相和挂相的长相,绝对可以吻合的。 那是2010年段的文化。在梅花西亿的时候,记录了这个案例,但是这个案例中没写的。 这个女的一个手机放在前宫的,屏幕睡了,屏幕黑了,还有一块烂巴。我说你父亲才刚死了。 手机没电了,手机为零我零我块钱。前宫的相应是家。 家宫的相应是什么。 是空还要过来? 好,我们接着讲,空还要跟师傅。 分化是米面,馒头,小米,土中之物都是分化,豆子品也是分化 豆子品,豆腐和豆皮分化 豆腐比一多里面,菘瓜和豆腐是减矩的 所以耿坤都是土地长的 所以耿坤都是土地长的 正训为牧 都是草木之物 草木之物 像葱花 葱维迅花 西藏之物 像蚯蚓 蚯蚓也是蚯蚓 蚯蚓是蚯蚓 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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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为钱嘛,钱为马嘛,郑瓜也是马肉,鲤鱼也是郑瓜,因为郑为龙,鲤鱼是化鱼的龙 还有树上结的,鱼钱叶,郑瓜,鱼钱,有没有一个叫鱼钱树,很好吃的,还有树郑瓜 乡村也属于这瓜,树上结的吗? 乡村 在莲藕莲之处有水冬之物 鱼、鳖、虾、蟹 记住老鳖的人带硬壳的还属于鲤瓜 鲤棒又属于砍瓜又属于鲤瓜 为什么呢?鲤瓜组硬壳的有甲瓜之物 鱼鳖、虾蟹 水中之物 水中之物都是 水中之物都是砍瓜 链铺砍卦水中之物 像什么芡石鸡头米灵脚都可以受砍卦 因为它水中长的嘛 可以作为砍卦的水中之物 我刚才不跟你讲了吗 鱼边虾线是不是水中之物啊 属于砍卦 但是它还可以属于梨卦 为什么 它是甲科之物 梨是不是有甲兵之业啊 带甲的带硬科的 你看小龙虾又属于砍卦又属于梨卦 你怎么来哼清你第一意念认为它是梨就是梨 起卦的时候和断卦的时候 你第一感觉它是梨就是梨 你想到啥就啥就准了 就像马一样的 前为马正也为马 对不对 梨卦也可以是马 因为梨卦下面坐午火 梨卦的马是早红马 正卦的马是跑的马 很牛逼 正在挥奔 奔跑的 所以你看运动员 裁判运动员 飞机驾驶员 都是邓卦呀 为他呀 他是跑的嘛 公交车驾驶员也是邓卦呀 跑的嘛 前卦也是马 前卦这个马是什么马 就长得很威武凶肇 但他没有跑 跟他站着呢 也叫气势逼人 气势恢弘 但是没跑 正卦的马呢 他跑 说回迅疾之马 梨卦带磕的 都是梨卦 荷棒带磕的 带硬磕的 龙虾带硬磕的 梨卦 老鳖 甲鱼 乌龟 都是带硬磕的 他又都是梨卦 但是同学们又不要看 他们又是水冬之母 他也属于看望 所以 八卦它有这个特点 那你要进行组合以后 你就得知道了 单卦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分辨不清 组合 只要这个卦业组合 加上对应 加上外应 你就得说定了 对卦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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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成对卦 十六 可以看成对卦 开口的 那八卦它常用的食物 新疆的大杂属于梨卦 因为它红色的嘛 大家可以知道 梨属什么话 谁我 吃的梨 梨 梨什么时候成熟 梨 梨 梨为荆秋之力 常荆秋 他秋天说的 在如药的时候 秋天说 你看有一个病 叫肖可症 肖可症 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就叫高 国别党 马大兵 马大兵 在古代呢 是治不好的 肖可症 梨是对卦啊 梨可以看成对卦 它常常经修之力 但是你也可以讲 树上之路 为正方法 但是你经常会用梨干嘛呢 来补肺 所以 春天长的生物 它补肝了 夏天长的 这种植物啊 它是补腥的 秋天长的 它是补肺的 冬天长的 它是补肾的 冬天长的 这是根据 春夏秋冬来的 根据决定来说的 你看很多中医 它就这样搞的 中医 开的药方子 要求你是这个 这个药 这个药必须是哪个方向的药 要严格的中医 你要那个 《寻找中医失落的原神》 这本书 就是国医大师邓铁涛推荐的 《寻找中医失落的原神》 这个书上面就讲到了 用药 要补得经费的时候 就要用 就讲到了 用药 要补得经费的时候 要补得经费的时候 就要用 新疆那一块 药洗澡的 药洗澡的 这个 清朝有一个名称 叫叶天寺 叶天寺 叶天寺 年少的时候 有两个举人进京去赶草 其中一个举人 他给他整一下 他给他整一下 进京去赶草 其中一个举人 他给他整一下脉说 你现在别赶草了 赶快回家等死去吧 你还能活一个月 这举人 这举人哭得很当心啊 举人知道叶天寺很厉害啊 哭啊 哭着就往回走了 哭着往回走过以后呢 晚上打监在一个庙里住的 一个和尚讲 小伙儿啊 你怎么哭得不惨 把叶天寺叫我闭死 老和尚说 我来给你爸爸买一块 和尚讲你走 按厂里讲你是一个月闭死了 但是你听我一句话 什么话 给我买一车梨 就是驾驶车啊 买个驾驶车 拉一车梨 你连饭也别吃了 喝了也吃梨 饿了也吃梨 好 拉到一车梨 朝京城去 朝北京去 走一路吃 吃到京城梨也吃完了 病也好了 好是呢 他中了个近视 老高兴了回来了 回来老过以后呢 他因为他是路上遇到叶天寺的 他是不是还要避心之路 要通过叶天寺那一块啊 是不是 然后他专门去拜望叶天寺 这样生意啊 我来赶紧去 我要不是差点我就死了 那你不现在活得好好的吗 我遇了一个和尚就了 叶天寺一听 病人都不看了 你带着我找和尚 好 这个近视就带着叶天寺找着老和尚 叶天寺又拜这个和尚为师 又跟他学了三年 叶天寺是中国清代一个传奇性的一个神医 可惜医生没有任何著作传下来 为什么 你说他们为什么没有著作传下来 传个屁啊 一天到晚他们把虫口到晚都是看病 你说对不对 哪有时间写书啊 你说对不对啊 你说哪有时间写书啊 我给你们讲我做梦都想写书啊 臭时间赶快写书有不少书要写 所以说 我哪一年啊 14年是15年啊 有一天晚上做梦 有个女的跟我讲 你还能活两个星期 卧槽我在梦里我立马就哭了 我都能不写 我妈还有好多书没写了 这真的啊 这个去年又做梦 他妈又出来 你顶多了活两月 我说的绝对不行 我那妈好多书都没写了 真的啊 在梦里还跟真的一样 不如我学的 那咱们可能就做 一小锅